然後我們的預期結果是那個 就是當一群人群體人聚集在喝酒的時候 他們感冒險的比率會上升 然後我們實驗注意就是 要注意因為我們是有碰到酒精 如果在預算允許的下會繼續進行 所以說遇到酒精的話可能他們喝完了就ㄎㄧㄤ走出去了 所以就是我們要注意他們的安全 要先等他們清醒了才能放他們離開 然後還有要提醒他們受試者說 我們這個實驗會碰到酒精的 然後還有那個受試者測試的時間 就像如果都是在下午進行的話 就是他們兩堆人都一起在下午進行 而不能說一個先做完了然後之後下一個再做 我們要排除掉那個時間干擾的因素 就是可能會疲勞 然後那個主試者不能干擾受試者 不能說他跟他在旁邊哈啦 或喝酒怎麼樣 然後這可能會讓他助性 提高了他的那個感冒風險的比率喔 然後 好 問題時間 OK 好 看你花的時間還蠻短的 好 那可以開什麼問題 可以回到稍後一段影片 你說那個時間盡量要想 可是每個人吸收酒精 就是那個酒精匯發的那個速度不一定一樣 好 介入到你這個做這個測驗這段時間的時候 你的會不會影響到你的彈量測驗 然後你的傾向會不會被放大 或是不會有這樣的差別 我一問說你怎麼知道他有這個測驗到你 就是最重要的是酒精下去這件事情而已 而不是你要到怎麼樣的狀態怎麼樣的情況 因為喝酒下去絕對會有一定的效應出現 只是大小每個人的體質 還有每個人體質不同 然後它會出現大小問題 那它這樣不會感染到 也是 酒精有沒有殘 其實不管它有沒有醉不醉喔 只是想說探討是酒精進入身體 就是看它可能吸收一點點 或是沒有吸收很多 可是沒有讓它醉喔 沒有時候讓它忙了 我先只是要它酒 那我覺得這個 群體是什麼意思 一群人在一起做一個 還是一群人在一起做什麼 就是一群人在一起 一個人做一個實驗 還是一群人在一起 那一群人做一個實驗 就是做那個遊戲 等我再講 可是剛剛沒有講很清楚 姓名叫什麼 姓名喔 就是我們的群體就是說 先跟個人體質 那群人之後 他們是一群人在一起喝酒 那群人可能是一個 上面就是說 大家在一起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一種 就是群人壓力 或是什麼狀況 讓你對於風險的評估 跟平常會有實處 就是跟一個人獨處的時候 會不一樣 那我們是 其實說自己在做實驗 這個實驗不是一個人 一個人點一個人 是一個人點一個人 是大家在一起點一個人 那其實跟個人講 那他們 學生手指的經驗有沒有教他 是我們 是我們 可以做 喝酒的時候 你們可以做 喝酒 有分不久的時候 有分不久的時候 有分不久 對 還有分不久的人會交感怎麼樣 你要包圍群體 可以包圍群體 可以包圍群體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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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些 這個問題 其實相對應的這些 詢問都蠻重要的 因為 你會希望說 在這兩個全體跟個別的情況下面 它的差異 就只來自於說 它是 自己喝酒 還是全體一起喝酒造成的影響 那但是 如果其他的部分 譬如說他失策是一起失策的 那 也就是一群人 他在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他是一群人 也都一起在那邊 做打這個 BART 那個氣球的遊戲的時候 那會不會 那個影響會來自於他一起玩 這個遊戲的這件事情 而不只是來自於他 喝酒 比起喝酒而已 那 那如果要控制到這一個 這件事情的話 那可能在失策的設計上 會要 要考慮到說 他們在做打的時候 也是讓各別 各別喝酒組 跟群體喝酒組 他做打 對每個個體來說 他做打的方式 還有那個面對的情境 是一樣的 然後像是他喝酒的時候 會不會有conversation 哪邊 哪邊那個 互相聊天的 這一個 那如果有的話 那就會比個人組內 又多了一項 還有互相聊天的因素 那這樣是不是會 對 這些混淆的可能性 以及如何去控制他 或是設計上 如何排除 會需要其他 對 互相聊天這件事情 會不會就可以直接 歸於群體這個因素 因為群體因素 就像剛才是你說 然後其實就是 互相激盪裡面 對 所產生的一個 新的結果 那就算實測的時候 開放他們也可以互相交織 這不許是群體的一個 互相交織 然後 嗯 大家覺得呢 就是 在以為試圖把那個 產生交談 互相聊天的這件事情 跟群體的這個定義 綁在一起 就是 反正群體就會包含這個東西 那所以 即使他交談 無所謂 反正就是因為群體 才有發動這件事情的可能性 不過 你們可以去質疑的是說 那真的 真的是這樣嗎 我可不可以想到相反的情況 那我可以去 那個 嗯 也是 覺得是有 去混淆這個 定義的可能性 嗯 我有問題就是 你們主要是想要看說 就是 有沒有那個酒精 下去 而不是說他吸收了多少 的這樣子嗎 吸收 就是這樣我會想到說 那會不會 他造成他風險評估的差異 就變成說 有一種是 氣氛影響他的感覺 而不是 因為那個酒精去影響到他 就是你可能給他一杯汽水 然後他說 我這是調酒 齁 他就喝下去了 然後因為你們沒有去廁所他 身體內容的服務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在想 會不會是 讓他改變風險的是 他認為他自己在那個氣氛裡面 而不是因為 真的是酒精去 刺激到他 這樣子 有一個時候我們設計的時候 可能 那個時候我討論的時候 說說 說氣水然後 騙他說是什麼酒 比較 可是 那個時候探討主題好像是 氣氛喔 就是因為我自己覺得 如果沒有去量他身體裡面的濃度的話 就感覺那個是與否 有沒有酒精這件事情 就有點像是 環境影響他 那個感覺 有沒有什麼想法 環境 這應該也是有可能 就是像passival這種效應嗎 對 那有這個可能的話 會如何影響你們的 對結果跟推論 還有 我想 不見得在這邊 可以一下子都回答 都能夠想到解決的方式 那不過 甚至在你實際上 執行實驗的時候 可能限於時間資源 或是你可以有的設備 那 當做不到說這些事情的時候 那 你會 會如何去考慮說 有沒有另外的設計 或者是其他解決的辦法 去克服 那如果無法克服的話 至少你在 收集到實驗的結果的時候 在試圖討論這個結果的時候 要 能夠承認有這些可能的影響 再討論到他如何去干擾你的結果 那像那個 我不曉得酒測的器材 現在在市面上 行情是多少 就是如果說那個 甚至也許我們 在生意系的老師們的實驗室 也許就有這樣子的感測器 可以去這樣 如果沒有見到的話 我們可以克服這個問題 那個 你們那個群體是要認識的 還是 就是一群陌生的 你知道他們嗎 是一群陌生的 是一群陌生的 我喝一群啊 有酒大家都是朋友 有酒就是朋友嗎 因為如果 就是 因為我在想如果 像我們 如果在 像我們自己在喝 通常都是很誇張的 在喝 那如果是跟陌生 就會 反而會比較約束 就是 不敢太放縱嗎 不敢太放縱嗎 嗯 都不表現 好 所以 就是這個可能 也是 你們可以 就是如果 在下一步 或是之前先測一下這種 然後再做各種 跟群體這樣 好 可我不知道 好 那個安卓剛剛好像有個問題嗎 我覺得 你的那個實驗 其實很有趣 可是我覺得 那個 設計就是會很難 可以要 就是要考慮很多東西 對 所以 我要知道 就是 你選手式的 criteria 是什麼 標準 如何選手式的 禁愛 怎麼說選手式的禁愛 應該不是都隨機採 在學校 隨機採樣 是學生 或是一般人 在學校應該大部分是學生 OK 好 然後 他們就是 要有什麼 就是 就是 他們的背景 要看嗎 或是 不用看 因為有些人我覺得他們 雖然是學生 可是他們可能是 放出那個 還有花花瓣 就是說 他們一天都可能 喝酒 可是他還是可以 出上課 對 做 像 做最後面就排那拳 好 可能會放個 放一個 前側 就看看他們平常生活是怎麼樣 就是 會跟前側這個東西